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次谈到中东的时候 我老想找两个人 不过就是中东的朋友们都在中东 时差的原因实实在在 没办法找到这些专家们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往往就是我一个人单口相声 给观众朋友巴拉巴拉从十点钟 有时候说到一点钟 有时候说到一点半 有时候说到两点钟 所以真的是 有时候自己也是越说越糊涂 那么为什么中东往往找不到 和我一起可以做这个节目的人 因为了解他的人不多 但是今天我可真是找到了一位 而且这位先生 大家观众朋友们肯定都见过 这位先生我要首先介绍一下 他的一个特点 和我和他交流过于当中 发现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优良的一个品质 什么样优良的品质 对事实的追求的孜孜不倦 我用孜孜不倦 我很少用成语 这个孜孜不倦是什么呢 当他对某件事情 他要去认知或者去了解的时候 他把每一个细节都要抠得一清二楚 而且要把事情做得明明兮兮 老马和这位先生 我们两个人合作 最近一起讨论了 还做了其他的几个小事 发现了的的确是太认真 对于这样认真的人 我居然没想到 他还对中东事物 很多非常具体的事 更是认真的不得了 老马讲中东 总是从情感 从历史 从大的这些框架 来给观众朋友讲 很多观众朋友批评 老马你讲点这个具体事 可是老马就说 这大事都没讲完 所以具体事的准备后面讲 没想到遇到了一个高人 一个对中东事物的具体事件 是抽丝剥剪般细致的一个人 这位专家性的人物 就是我们的彭娜先生 彭先生您请 老马你这个可是在夸奖 我这个还没讲话 你这个一阵夸 你让我待会要是讲一点 什么纰漏 那不是太不好意思了吗 不会的 纰漏是正常的 但是你追求事实的这个过程 是我看在眼里 真的是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真的是非常的认真 不像我大而化之 经常是水上飘 能过得去就行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 就要讲一讲 川大总统最近赦免了很多人 我们知道美国的总统赦免名 往往是司法或者是法律 无情与人情与国情与现实与民意 等等之间的进行的一个取舍的赦免 在美国的几十任的总统当中 也有一些总统赦免过度之后 让很多人一直都追着他批评 甚至是身后留下很不好听的名声 那么川大总统这个赦免到底是如何呢 老马曾经在11月份的时候 曾经播过一个节目 我说啊 有些人说川普总统赦免的人太多了 我直接就信了驳斥 为什么驳斥呢 因为根据老马查资料发现 他呢 到今年2020年11月份大选之后 赦免的人数呢 只是比第25任的美国总统小罗斯福 少 就多一点点 多当时啊 应该是只是多了两个人 他是美国历史上赦免人数 倒数第二个人 但是随着川普总统这个执政临近 这两天的这个赦免量呢 是不断的扩大 而且他赦免了几个人 这几个人呢 和伊拉克战争有关 而且和大家所了解的 臭名昭著的一家公司 黑水公司呢 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不是密切的 本身就是黑水公司 那么这件事情呢 老马呢 还不太了解 正在这个琢磨该如何讲的时候呢 彭先生如一道闪电般出现 这闪电一出现之后 一下法事就能说明白 尤其我们的彭先生 今天给观众们开讲 您请 哎呦这个 说到这个事 我们先可以先简单的讲一讲 这个关于这个赦免的这个事 其实呢赦免的事情 就据我的对美国总统 就平时 就是网界总统的这个 大致的这个赦免的这个习惯来讲 一般呢 他们有几个特点 就是在自己的任期的最后 他赦免 那么他通常呢 都是通过这个 我们叫做D.O.街 就是叫做这个司法部 或者台湾叫 把它翻译成法务局 由他们来 来成立一个名单 然后通过自己的赦免办公室 然后通过自己的这个赦免的 他们有专门的那个赦免律师 你知道吧 然后上报给总统 然后呢 总统在 在这个通过他周边的这个法律顾问 这么一系列的一个过程 然后进行这么一个赦免名单 那么我们看到网界 就是他前几段 包括奥巴马 他都算是赦免的人数非常多的 达到了上千人 那么往年呢 这些总统的这个赦免呢 其实我都觉得是 多数是出于一种 人道主义的这种关怀 那么就是说 比如说有一些 我们讲有一些量刑过重的 可能是几十年前 那个时候的法律 跟现在的这个相比 量刑过重的人 那么他们会减短他们的刑期 你包括像一些非暴力的这种 非暴力的这种囚犯 他们的这种就是被拘押的刑期 或者过长的 包括以前的那个曼宁嘛 就是说奥巴马都把他这个刑期 给他缩短了 都给他赦免了 其实这个仅仅是出自一种 比较人道的 然后比较这个 比较正义的这么一种 这么一个手段 给予了这个美国总统 这么一个权利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 这个赦免呢 就完全是 可以说是 把它 有两个特点 第一 是把它 作为一种腐败的工具 第二 反人道 反人道主义 这个就是一个 今天这个川普这批名单 出来以后 给我的直接的感觉 对吧 因为之前呢 这当然我也不会很诧异 因为川普在 之前就赦免过 两个这个战争罪犯 而且是军事法庭 跟这个还不一样 军事法庭判的这个 这个 这个战争贩子 这些人呢 都跟今天我们要讲的 这四个 被赦免的这种 罪犯 有同一特点 就是射杀 这个 普通的平民 普通的老百姓 对 那么 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 这个 四个人呢 这四个黑水公司的 我们 他们所谓的叫合同的 这种武装保镖呢 其实是参与了 2007年的一个 在伊拉克的 一个大屠杀 这个地方叫 Nissal Square 大屠杀 在这个巴格达的一个交通 就是说交通比较 比较繁华的一个地方 然后他们当时是违背了 这个指控中心的命令 然后出去向这个平民开枪 那这个事前的这个 整个过程呢 就是说 他们其实是 美国联邦的这个政府 受负于美国联邦政府 那他们在那个地方的最主要的 职责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职责是保护外交官呢 然后保护这个美国的 一些到伊拉克的一些受访的 这些官员或者一些专家 那么在当天呢 他们接到的任务呢 其实就是说要 保护 就是当时在场的这些官员呢 就是进到这个安全地带 他们叫Green Zone 对吧 那么他们这个黑水公司的 这个保镖这个团队呢 他们叫做乌鸦 乌鸦23 就Riven23 那么他们这个乌鸦23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讲用 是一个 形容成一个这个叫什么 叫做这个雇用军的这种一个形式 就是说这帮雇用军呢 在保护完了这个 这些外交官退到了这个 退到了这个安全地带以后 那么他们就向这个指挥中心 去请求 就请求就说 我们要回到这个 Lisro Square这个地方 那么在这个Lisro Square地方呢 因为有他们 还有其他的他们一些成员 他们想要把他们接进来 那么这个指挥中心 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在这个事情之前呢 因为在这个几英里以外的地方 在几英里以外的地方呢 其实就是发生过一些爆炸 一些这个自信式的爆炸 但是呢 离那个 离事发现场呢 还是比较远的 那么他们在接到了这个 拒绝 指挥塔中心的这个拒绝的这个 命令之后呢 他们并没有按照命令之行 他们是直接是冲到了这个 Lisro Square这个 这个现场 然后在这个现场呢 其实当时的交通移民是被 控制了 被这个伊拉克的警方 还有武装都控制了 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呢 首先 首先是对准了 被控制下来的这个 所有汽车当中 交通当中 有一辆汽车 是一辆奇亚的白色轿车 他们对着那个汽车先开枪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们为什么开枪 那么他们开枪 首先是打着这个司机 然后打着这个司机的腿 因为一般你停车嘛 你那个你那个腿呢 你就压在那个 呃 停到那的时候 你就压在这个 呃 刹车上面 对吧 他们打完这个腿以后 这个这个司机的这个腿一下就 呃 就就松开了刹车嘛 那个车就慢慢往前移 那么往往移的时候呢 这 从这 当时呢 警察还想去用身体 把那个车 车速很慢 给拦着 可是在 可是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就向这个白色的车里边的司机和乘客 呃 就开始 呃 就开始开枪了 而一开就是 我就就就不可收拾 那么 在 那么这个呃 这个车里边坐的是谁呢 车里边其实坐的是一对母子 啊 母亲呢 是当地的一个医生 这个儿子是司机是开车的 他是医学院的学生 啊 那么 那么 他们就当场 就被呃 呃 当场这个儿子就被打死了 这个呃 据说这个这个母亲也是后来 呃 也被击毙 那么在呃 当场一下就就整个这个场面就很混乱 呃 然后呢 他们的这个呃 人呢 又继续开枪 呃 包括后面的许多车辆里边坐的这个呃 坐的人包括行人路人站在那边不动的人呃 都被他们开枪击毙呃打伤 那么这个整个造成的伤亡呢呃 最后呃 所这个确定的死亡人数是17人 然后受伤的人呢 大概是呃 有20多人啊 就是说呃 全是这个受伤的这个普通的老百姓 而且是没有任何的事后没有发现他们身上有任何武器 而他们在后来的调查当中 他们说呃 这个呃 他们是呃 是自卫反击 呃 也是因为有人向他们开枪 所以他们才开的枪 而且又说 这个白色的起亚汽车 他们怀疑呢 是 这个叫做呃 那个时候不就有汽车炸弹了 他们怀疑是汽车炸弹 因为叫了停 呃 不停 对吧 但是后来的调查结果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其实是他们的这个狙击手 是先打了人家那个司机的腿 使得那辆车往前走 然后再开枪的 所以他们在最后的这个呃 呃 最后的这个呃 这个刑事审判当中呢 呃 他们的四个人呃 是被判了这个呃 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我说的那个狙击手 呃 那个人呢 叫叫尼克拉斯斯赖腾 应该叫叫呃 尼克拉斯啊 斯赖腾 呃 这个人呢 是被判了这个呃 第一 第一级谋杀重罪 呃 是呃 是判了无期徒刑 那么后来的这其他的这三个人呢 呃 被判了 大概是呃 是十年到十五年的呃 呃 呃 这个有期徒刑 那么整个的这个呃 整个的这个呃 司法过程呢 也是非常漫长的 其实从呃 2007年的十月份开始调查开始 然后到2008年呃 这个大陪审团决定起诉最早是六个人 呃 到最后呃 被判刑 是整个的时间差不多花了 有十 十 十多年的时间 十一 将近十一年的时间 呃 所以这个呃 才才结束 呃 那么 他们 最早调查的时候 呃 他们总共参与的是19个人 最后就是决定起诉 就是检控六个人 那是因为就发现了这六个人当中呢 有明显的这个呃 违法的呃 这个呃 这个情况 呃 另外呢 呃 在这六个人当中呢 呃 有一个后来是因为检察官呃 发现对他的这个证据不是特别清楚 所以就没有再继续的这个呃 呃 检控他 那么呃 呃 在有一个人呢 叫叫叫 Jeremy 呃 Rigway 呃 这个人呢 后来是转做了污点证人 呃 转做了污点证人 呃 所以呢 在后来呢 呃 呃他也没有受到这个呃 这个这个追加的这个检控 呃 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起诉的这个案子呢 也是非常的呃 取责呃 呃 因为当时这件事情首先你是发生在这个呃 伊拉克的嘛 呃 然后呢 呃 呃 这些所谓的这个黑水公司的那些呃 武装雇用军呢 呃 在在在在那种情况下的呃 他们所谓的Jurisdiction 就是他们的呃 就是呃 呃 我们讲这个法律的这个呃管辖吧 呃 呃 又当时有很大的很大的争议 呃 呃 那么呃 回来以后呢 呃 他们第一次的这个呃 检控呢 是被法官给直接给dismiss掉了 就是法官给直接给呃 呃 就是说呃 给他们关掉 呃 因为他们在这个整个的程序上啊 呃 是有问题 那么又在第二次呃 呃 检控 那么第二次检控呢 呃 后来又到了上述法院 然后上述法院呢 呃 又认为他们有呃 整个的这个检控的过程当中有问题 然后又给他们关掉了 嗯 那最后是到了呃 然后第三次 呃 最后是到了这个呃 2017年的时候 呃 在哥伦比亚特区的这个呃 呃 这个这个这个呃 寻回法院啊 当中才 才最后判定呃 这个四个人当中呃 呃 的罪行 然后呢 才给他们这个地刑 那当中还有一次是这个呃 给他们减刑 因为最最早判的是30年 后来呃 后来这个又给他们减到这个15年 那整个的过程其实是相当的这个呃 这个呃 曲折 呃 这个 也也也是非常的这个呃 我认为是一个悲剧啊 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残忍的一个悲剧 那么呃 呃 其实呢 也就是在这个这个事情 我们都认为是尘埃落定的呃 就是一年以后 我们发现了这个川普今天呃 就上个礼拜呃 就把这四个人完全的赦免了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让很多人是非常难以 难以这个接受 另外我想说的是 就是说这这所受难的这个 17个被击毙的人 20几个受伤的人 他们都是在呃 没有任何警示的情况下 有的人甚至是双手往上扬 呃 这个完全是按照他们所要求的呃 方式在做 也被击毙被打了心脏 这个是那个Jeremy Rickwood自己在作证的时候自己讲的 然后呢 呃 呃 年龄最小的呃 呃 迷难者 年仅九岁 然后这个小孩的爸爸 是亲眼看着他的小孩 头部中枪 这个 他的整个的这个这个 头部中枪就是整个天灵个儿都打没了 就是说他的这个呃 他的这个呃 呃 他的脑僵 这一辈儿都被打在地上 啊 你想想 当当就是说就是到这么残忍的这么一个地步 啊 去 那么在这个被pardon了以后 呃 看起来也非常让人呃 呃 悲痛 在视频上啊 刚才看到的这就是一名叫阿里的这个呃小孩啊 他呢就是 遭啊 这就是遇害的最小的一个九岁的孩子 啊 我们导播现在放上那个 可以放上分享一下 我们在前台 这这个就是当时呃 其实我现在放这个图片 我想可能就是呃 他当时这个呃 整个这个呃 这个这个案发现场的这个 Nissal Square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环境 大家都看到这个是一个呃 圆盘的 然后四方交通特别发达的这么一个呃 这么一个就是交通枢纽的这么一个地方 他平时的车辆是是很多的 然后这个这个动画其实里边大概就是讲了一下他们当时这个黑水公司的这个呃 与用的车辆啊 然后呢 呃他们是怎么向这个呃 这个人群开枪的 而且他们当中还用了这个这个手雷 好的 那先生在这些凶手他们在最后的时候是否有没有 呃 认证呃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呃 因为我讲的就是他们是他们这个整个经历很长 呃 途中又又又被又又被这个又被扭转 那么呃 可是也知道到了上述庭的时候他扭转了 他包括他第一次被嗯 被法官给给给给就是说呃呃 呃呃 被法法官dismiss 其实都没都不是在事实上认证上的问题 都是在一些程序上的问题 呃 是这个转作污点阵人的这么一个人 呃 只有他一个人进行了忏悔 就整个事件他 就说他他表示这个忏悔 对他就是说他表示 表示guilty吧 就说他表示这个什么 认罪了 嗯 对对对 那么我想问的是就是说 这件事情当年从发生之后到审判 我们知道历经了很多年 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美国社会是如何去看待这个案件的 那么这个案件的审判 对于美国社会的价值意义是什么 对于军 军事美国这样的一个世界强国 对外使用军力的话 那么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您从这个角度给我们分析和讲解一下 对 其实黑水公司呢 呃 呃在呃 在呃在美国呢 其实是一直是饱受争议的这么一个公司 呃 呃那么他的这个呃创始人呢 呃叫Eric Prince 呃这个人呢 呃他以前本身是这个呃军人出生 呃而且呢他们的家族呢也非常有势力 呃是这个 他的姐姐就是现今的这个呃教务部 呃我们我们的这个这个Secretary 这个呃of Education 就是我们教育部的部长 呃那个Basey Divorce 呃这个就是他的姐姐 其实在美国是相当大的有钱的一个家族的这么一个成员 那么他在呃他的这个黑衣公司成立了以后呃就从这个美国政府这边拿到了很多合同呃在全世界各地的这种武装的这种保护啊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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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呃去做而在呃在这个期间呢在他们运营的这个呃这么期间呢其实有相当多的这些呃我们所谓的争议 所以他也是在这个呃被美国政府罚了不少款啊虽然他自己极力否认可是他所有的这个呃所有的这个呃证据和他的所有的这些呃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记录来讲是非常不好的一个记录呃 然后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navy seal啊啊啊啊对吧空军啊部军啊这这海军啊这种呃这样的退役人员去作为他的员工呃事后呢呃他有很多问题是在于他们对这些呃雇佣员工的这个背景调查上面闹出了很多呃披漏呃而且呢在全世界这个执行任务当中呢也呃也出现了很多丑闻而这一次的呃 呃呃这件事情呃呃就呃在美国社会在当时是引起了非常大的这个震惊呃因为呃因为之前的呃呃这些这些披漏啊这些罚款啊都还没有说是有这么大的呃曝光量在公众的视野可是这一次的这个2017年的这次呃呃 这个2007年的这个呃2007年的这一次呢其实是给这个美国社会是带了一个不小的震撼 因为呃呃当时这个呃美国进军呃伊拉克这个本身这件事情在那个时候就受到了很大的争议嘛 呃那么再加上呃呃呃呃这些事情呃呃呃的爆料那么就让这个美国社会突然就意识到了这些很多问题 然后再去追溯黑水公司的这些历史 又会发觉黑水公司 其实在它的历史 在伊拉克其实零零散散的 这种枪杀的这种平民事件 是有持续的在发生的 只不过以前 它并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关注 那么这一次是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那后来这个公司也有其他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美军在阿富汗的一次飞机失事当中 也是这个公司的飞行员 他们的运输机出现了失误 这个失误的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雇用的飞行员 其实是不够格的 由于这个事情 他们当时也是受到了非常大的 这个抨击和争议 就正如您刚才 正如您刚才所讲 您刚才讲了一下 这个黑水公司的一个大致的一个背景 与现在的现任政府的一些关系 以及在伊拉克战争之后 黑水公司所扮演的一个角色 那么您刚才也讲到了 对美国社会在美国政府审理这个案件过程当中 其实社会反响非常之大 那么您可以不可以在这方面再多讲一讲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 在川普总统赦免之后 现在在美国国内人们是如何去看待这个案件的 对这个 其实这么说吧 就是说 禁军伊拉克这个事情 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整个的 本来就在美国国内就不是非常得民心的这么一件事情 那么黑水公司的这件事情出了以后呢 其实也是 也是对这个 也是对这个美国政府 特别是军方当时在这个受拥 这个受雇这些私人的武装力量的这种这些公司呢 也是 也可以这么说吧 也是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那这个 由于黑水公司的这件事情呢 我记得当年是这个 这个两院国会 还专门的去通过了一项法律 要把这个像黑水公司这样的 这个私人的武装 武装公司 这种受雇的武装公司呢 把他们的这个责任呢 和他们被处罚的这种处罚面给提高了 而且把他们这个被处罚的 这个 以前他们是比较宽松的吧 就是在他们这个受到刑事调查的这个范围 也给他们 就是说 让他们就是说 没有那么容易 就是说受调查 就这样 就是比较容易受调查 调查的这个 人员更宽松一些 那美国社会 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我们也知道的 从2001年开始的 这个911的战争呢 特别是伊拉克战争更是失去了基本的一个事实 也被后期的都认为这是一个肥皂粉 被指称是大规模伤伤性武器的这样一个栽赃型的 这个战争 那么也的的确就不得人心 但是呢 现在美国 黑水公司的犯下的这样的一个罪行 最后呢 在川普总统的最后任期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呢 进行了赦免 那么川普总统不仅仅是赦免了这些人 他还赦免了一些 我知道的 比如说在美墨边境地区的一些执法人员 包括对小孩 以及一些人士进行这个 开枪啊 类似这样的一些事件的一些人士 那么川普总统为什么 在我们看到的赦免的 在过去之前所赦免的一些人士 和包括现在正在赦免的一些人士 那么都似乎倾向于武力 或者倾向于一种 怎么讲呢 一种权利或者一种权统 这种人比较多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 其实 其实你单单看这些赦免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刚才还 刚刚才其实我应该还要讲 就是你的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这个事情 对美国社会的这个一个影响 对现今的这个影响 那么你会发觉在整批的这些赦免人当中呢 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至少能发现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的相关的人呢 都是川普总统强烈的支持者 而且非常强烈 那么就算是你是前期的这个支持者 像Michael Cohen这个Ray Gates这些 他前期是这个川普的这个支持者 但是你后期你没有支持他了 你甚至反对他了 那么就算是相同的事情呢 他也不会来赦免你 那么他这个呢 其实就是显示给大众 我有这个权利 那么就有点这个 顺卧者昌 逆卧者王的这种意思 你知道吧 特别是这个黑水公司的这个事情 黑水公司的事情呢 就是说因为这个Eric Prince 对吧 埃里克普林斯 他是他作为这个黑水公司的老板 这个创建者 他本身就跟这个川普 他是非常强的这个川普的支持者 而他姐姐呢 也因为这个 就是说我们在美国的这个民间当中呢 就是说都一直的认为 就是说一个非常不合格的 这么一个教育部长 最后被认证了 而且他的这个认证是特别特殊的 是50对50 后来是彭斯 作为一票 我们讲就是说 break the tie 知道吧 就是是51对50 让他进入了这个职位 你想当时的这个增益有多大 就是他们在内部也是多大 但是呢 他呢 作为一个川普的强烈的支持者 就他公司的这四名前股员 有这个说的不好听 可以叫说是这个反人类罪的 这种这么四个人 就受到了这么特殊的照顾 其实这个说起来 这个就跟这个川普本人呢 把这个赦免作为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作为是一种 作为一种 刚才我说的一样 我认为是一种腐败的一种工具 有直接的关系 那您觉得 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赦免 在中东地区 我知道您也手上掌握了很多资料 那么中东地区的民众 是刚才您也讲了家属方面的看待 那么您了解不了解 中东地区的民意 还有其他相关的一些人士 是怎样去看待的 对 这件事情其实呢 我记得在那个 半岛电视台 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呢 这个主持人叫哈桑 对吧 叫马哈迪哈桑 其实非常有名的 他呢 其实就对这个Eric Prince 当时他是做过一个专访 下面就有很多的听众 那么当时Eric Prince的人 在上面做这个专访的时候 他们做重点就讲了很多 多关于这次事件的事情 这种对答 然后这种问答一来一回 而且下面的民众 我们也都能看到 这个反应是非常的强烈 而且呢 据当地的各种报道 还有记者的反应 也知道黑水公司 在伊拉克是一个臭名昭著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私人的这个公司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而且是强烈的反对 而且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呢 他们现在在游说 这个当 当地的川普政府 把这个阿富汗战争 里边有很多的东西 外包给他们做 他们现在在做这个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呢 其实 无论是这个川普内部 还是阿富汗方面 还是这个我们所谓的 这个北约组织方面 是到了一个极力的反对 极力反对 但是呢 他们还是在不懈的努力 企图呢 通过川普政府 拿到这个政府军方方面的一些合同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反应是社会的反应 大家都知道 这个黑水公司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 臭名昭著的这么一个公司 甚至在跟这个中国都有 千千 就是都有许多说不清的关系 他们公司自己的这个 官方的网站 自己的这个pre-release 就是他们自己的新闻稿 也提到帮助这个新疆 这些集中营的建设 然后培训 当然了 这个恩里克这个普林斯呢 他的这个新闻的这个采访上面 专访上面 他是极力的否认 可是呢 这个哈桑呢 也非常厉害 拿出了他们公司 自己的新闻稿 自己的东西 全部在上面 给他写的清清楚楚 然后说 这个是你们自己说的话 你们不能否认 当然他到最后 他还是不承认 对 这个我也看了 您推荐给我以后 我也看了 你的确确 我们也为这样的 这个新闻从业者的睿智 和他的这个功课 做的扎实 和他的这种思辨能力的 这个反应速度之快 当时的确呢 让培训克呢 很是丢脸 不过这也从另外一面 就证明了一样东西 这些像黑水公司 只要有钱 什么都可以做 有什么都可以被出卖 和被出售 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点 我要回顾一下 也就是说 2007年9月份 发生的这件事情 当时是时任总统 小布什总统任期之内 发生了这件事情 引起了全世界的愤慨 因为这件事情呢 很快呢 就当时呢 就被曝光出来 而且呢 十几个平民 包括特别是这个阿里 这个小孩啊 震惊了所有的人 让所有的人呢 都痛心不已 有一些人是说啊 这件事情导致了 当时在美国 在伊拉克的一个空境 同时呢 也造成了2007年之后的 整个伊拉克 抵抗美军人士的 不断的壮大 在我们知道2003年 进军伊拉克之后呢 美国啊 很迅速的几个月呢 就占领了整个伊拉克境内 那除了北部的 库尔德的自治区域之外 那么整个区域被占领之后呢 那么很快呢 伊拉克呢 又失去了任何抵抗的能力 但是随着马利基啊 这样的一位 被小布什时期所支持的 一位被我称之为的 一个宗派主义者呀 一位什叶派的 一位宗派主义者的总理上台 对于过去的阿拉伯复兴党 也就是萨达姆时期 政权的这种清算啊 特别是政府人员 军事员的清算呢 导致这个国家 迅速的进入到的一种瘫痪状态 而这些被清算的人呢 最后呢 也是揭竿而起 以教派的话语的揭竿而起 这些揭竿而起的这些人呢 很迅速的呢 在伊拉克呢 拉起了自己的队伍 在2007年9月份之前 整个抵抗美军的呢 主要啊 不能说是全部了 主要是来自于 匈尼派的伊拉克的穆斯林 大概占总人口的20%左右 这些人呢 也都是过去的 匈人政府的职员 类似这方面的人啊 那么也都是 萧永山战 同时也是非常熟悉 伊拉克 本这个社会事务的一些人 他们呢 就从摩苏尔为基地啊 提克里特 提克里特啊 这样的 萨达姆侯赛印的家乡为基地呢 开始对美军 以及伊拉克的 什叶派政府呢 发起了攻击 同时他们也得到了很多这个来自于海湾的一些匈尼派 穆斯林富商的支持啊 这都是现在大家所熟知的一些事情 但是就在2007年9月份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加入到抵抗运动当中的人 已经是跨民族 跨宗派 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信仰穷体啊 包括一些啊 在这个死难者当中 我们知道在伊拉克的巴格达啊 有17%的人是 是基督徒啊 是基督教徒 所以呢 包括啊 这个死难者当中的 也有一些啊 基督教徒 那么大家呢 奋起的一起呢 拿起枪子来反抗 美军的这个驻扎 这就引起了 后面的被称之为啊 隐没了的 伊拉克的一次 全民的啊 一次对美军驻军的一次抗争 那么他们呢 这场这个从2007年9月份之后 一直持续到 包括我们后来大家 所经常提到的伊斯兰国等等呢 长期在宣传的过程当中呢 都是拿这件事情 就这一件事情 作为一个宣传的要点啊 那么这个广场叫尼索尔广场啊 尼索尔广场事件啊 那么是所有的反美的中东的 所有的武装人员都会站起来 会讲的一件事情 说我们 我们不能够忘记啊 这个广场上的啊 这一幕啊 是我们 你不能忘记的一件事情 那是我们的 对我们的侮辱 凌辱 欺辱啊 这是经常在中东地区的电视台呀 很多的这个场合呢 都能够看得到的 而且呢 在巴格达的这个街头啊 四处啊 人们都会在路口上 把这个广场的名字 还有这个小孩的这个照片呢 贴在这个马路上 贴在墙上 这激起了整个 伊拉克民众的愤怒和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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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度这种反抗的情绪 当时有人说啊 就这一个事件啊 最少美国呢 一下子面对 多了数万伊拉克的反抗者 而且是有枪 提起枪直接反抗的人 从2007年的9月之后 在巴格达就发生了 数度袭击美中的事件呢 在9月10月11 12 一直到持续到2011年 这一段时间里呢 可以说大批量的 伊拉克的这个巴格达 是美中的一个非常危险的 一个地方 有人做过一个统计说呢 这个事件直接导致 后期美中的死亡 不能够说直接因素啊 不能说直接因素 因为没有证据可以去挂钩 但是很多一些人是说呢 说起码啊 之后有一半的人 是因为这个广场上的 这个事件而导致的 这种复仇行动 和人们的愤怒 和对美中的 那么也在这个 整个过程当中付出了 非常惨重的这个代价 美国政府呢 也在国际上呢 受到了极度的一个指责 同时呢 反美的这个呼声呢 是越来越高 那么在2007年之后 这个事之后呢 这个伊朗在伊拉克的势力呢 也不断的在壮大 也就是这到2000年 年初的时候 我们知道有个苏莱曼尼 被在巴格达机场 被川普总统下令刺杀 他所掌握的一个圣城旅呢 从2007年2008年开始呢 逐步的啊 那么在伊拉克的 这个势力范围的越来越大 在整个抵抗伊拉克的 伊斯兰国的过程当中 和摩索尔之战 我们大家知道摩索尔 已经是一个 现在已经打的是 什么都没有了的一个城市啊 在摩索尔的整个战争过程当中呢 那么也是后期啊 那么是由什叶派 组建了很多的力量啊 那么来和伊斯兰国进行这个抗争 和打这个仗 这些事情呢 都不对很多人来讲的 大家都认为啊 这个事情是一个 永远在伊拉克的战争市场 无法抹去的一件事情 这是美国必须痛下决心 要惩治的一个事情 因为不惩治这些人 美国的正义 美国的所谓的国际方面 当然军事战争是没有正义 没有哪一家可以说啊 我是为正义而战 这在老马的价值观里 反正是发动战争的 还没一个可以用正义这个字啊 可以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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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标榜或者去贴标签的 但是呢 这一次的审判呢 是让全世界的重新开始审视 和看待美国的啊 这样的一个军事入侵啊 那么而在这样一个历经之后 很多年的司法程序啊 在美国的这个审判程序之后 最后川普总统啊 去赦免了他们 这不仅仅是在美国社会 就是彭纳先生啊 所讲啊 有这样的一个反响 在国际社会有这样的反响啊 我也可以在这里啊 给观众们带来几个 来自于中东的报道 其中呢 这个美联社的报道就说啊 说这个在巴格达啊 的一些人士啊 当听到了被赦免的时候呢 人们只说的三个字 中文是三个字 阿拉伯语叫 马菲尔等 就是没有公平啊 不公平啊 没有正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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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大家都在说的一句话 这种愤怒呢 是从眼神里边流露出来的 人们觉得呢 他们失去了所有可以寻找到 这种正义的这个可能性啊 都被丧失了啊 所以非常的这个痛恨 那么伊拉克的政府呢 也表示说呢 这件事情呢 是非常的遗憾的一件事情啊 他们认为呢 对这四人的赦免呢 那么川普总统动用的 这个特赦权呢 的的确确 14名平民死亡 当场死亡 18人受伤 而四人军被美国联邦陪使团 认定杀人罪名成立 其中啊 一人呢 被判终身奸棄 其他三人的服刑期限呢 仅限于审判期限的积压 2020年12月22日 川普总统啊 对他的这样的一个特赦权 对四人局以赦免 伊拉克外交部认为呢 川普的这一决定呢 没有考虑到 四人罪行的严重性 与美国标榜的人权 正义与法治的价值观的背道而止 并完全忽视了受害者的宗言 和其家庭成员的基本权利 伊拉克外交部将通过外交渠道 冬促美国重视啊 这样的一个事 不过呢 伊拉克的声音啊 在川普总统耳朵里 什么啊 都不是 那么同时呢 一些遇害者的家属啊 那么也都站出来说呢 说他们比人类啊 更喜欢动物啊 他们更喜欢动物 说就谁意思 就说什么呢 说他们 他们对狗都会有怜悯 但是他们对人没有怜悯 就说这些人是不 就说 不是人吧啊 说和 然后呢 指责美国说 而他们呢 还在谈论什么 人权正义与人道 这都是虚伪的东西啊 极度虚伪的东西 这对于美国的伤害是非常之大啊 那么我相信呢 像类似这件事情呢 也会成为啊 一些极端啊 武装组织的一些这个良好的一个材料啊 就可以向自己的支持者啊 向对美发动这个新的攻击的啊 攻击者去讲述的一个经典案例 那么当年2007年9月之后呢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 老布小布什啊 也曾经说呢 必须严惩啊 这件事情 而且呢 不予任何的这个姑息啊 那么在奥巴马时期呢 奥巴马也没有妨碍 或者没有接触任何这方面的一些这个 这个案件啊 也没有插手其中啊 因为这是司法的一个独立 所以呢 到现在啊 那么这个大社呢 的的确确啊 从母主意义上来讲 用川普的话 和与这个叛了刑期的这四个人来讲 他们会有一个美好的幸福的啊 一个圣诞节 这滴滴确确啊 他们也是可能是家人团聚了 但是我想问的是 他们的良心 是否能够安放 这就是我们想问的一个话题 彭先生您觉得呢 对对对 你刚才说特别对 就是说在当年的 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 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在伊拉克国内 他其实是对这个美军有一个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么一个呃 我们叫做reaction 我也記得在不僅是這一次 而且在2010年那一次 2010年的時候是因為是第一次美國的法官 把這個事情由於程序上的一些問題 證據上的一些問題 把他給dismiss掉了 把這個案子給結束了 那麼在那個之後 在美國的在伊拉克國內 也有很大的一個反響 其實那個時候對美國 其實當時在伊拉克的這些所有的工作 都是完全的是一種一種反面的 沒有任何就是反面的意義 沒有沒有任何正面的意義 那麼今天呢我們有看到 本來我們我們以為 這件事情已經塵埃落定 已經在這個在這個形象上 已經有所好轉的這個這件事情了 今天川普又來了這麼一出 那顯然是對這個美國我們從來 所倡導的這種人權價值觀 這種所謂的普世價值觀 是完全是唱的一個反調 而且呢這種 這種行為絕對是會給以後的 這個我們所謂在美國 在這個各方面的這種敵對 敵對方的一個良好的素材 就像您說的一樣 以後要什麼要什麼ISIS呀 這些各種反美的這種 武裝力量軍事力量 他們就會把這些事情做為一個 很好的一個素材 講給他們這個 講給他們想要想要給的人聽 這個對對美國的這個形象 是起到了相當不好的作用 不要說是這個極端組織 這個實際上最極端的一個這個組織 中國共產黨這個組織呢 那麼我們像這個他的胡舌們 也已經在微博上呢 對這件事情呢也是大肆宣揚 大肆立幕 說這個事呢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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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宣揚的什麼人道啊 美國宣揚的如何如何詮釋啊 這個騙人的啊 怎麼樣怎麼樣就說呢 我們其實對於川普總統這個權力呢 這是總統所與手中擁有的一個權力 然後那麼的的確確 但是權力是否是有基本人性的 或者有基本道德的 這是一個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麼如果失去這些 這個權力呢 其實就是一種作惡的工具而已 那麼我們也不能說啊 這是違法的 因為這是他的權力 那是否真的是這個法或這個特赦 那麼這個事呢我想跟你這麼想 我不知道這個事情有是不是就是就這麼就完了 雖然我是我的觀點是這樣 雖然憲法層面我們有付給總統有絕對的這種豁免 就是就是說赦免任何刑期在聯邦層面的這個權力 這個是沒有錯的 我們的問題不是在他這個權力 但是怎麼用 在用權力的時候 有沒有涉嫌違法 有沒有涉嫌交易 這個是我們接下來所關注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對吧 你再有權力 但是你如果是違法的去使用 如果你把它作為一種交易再使用 那麼你這個權力 那麼你的這個赦免到最後 會不會被反叛呢 這個我覺得需要 我特別希望這個下一屆政府上台以後 當然那個政府也不能去管到這個這個執法層面管太多 對吧 那麼下一個我們的這個DOJ 我們的司法部長 我們的美國的檢察官 U.S.Attorney 對不對 他們上台以後 那麼他們在預覽這些所有的文件的時候 他們在預覽這些所有的過程的時候 他們能不能找到一些注釋嗎 他們想他們可不可以去調查一些這些事情 那麼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值得去關注的 嗯 如果一旦發現當中有一些交易的話 我相信他的這個赦免會 會被這個 會被反轉 是有機會的 嗯 您覺得這是有可能會有反轉的這種可能性是吧 可能性很小 但是不是說完全沒有可能 當然這個事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當然你再反轉過來 就像其實這件事情是這樣的 當年在2001線發生的這個事件之後 那麼就算是美國經過長期的這種法律訴訟 最後進行了判刑 但是也難以改變 在這個七八年 我知道這個案件好像一共省了六七年吧 七年左右對吧 對 對 他對 他對事實的認真是很長 而且是兩次 對對 我知道就時間非常長 那麼在這樣一個長期的這個棍呢 實際上 那麼伊拉克的局勢 啊 對美軍的襲擊啊 等等類似這樣的事情 不知道已經發生了多少 美國為此付出了多少 而伊拉克的民眾為此付出了多少 這個世界為此付出了多少 但是卻最後很容易的被 有些人我們知道釋放他人 或者是給予別人自由是一件美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給予惡魔一種自由 因為我前面問您了一句話 我說誰是真正認了自己的罪過 並且進行忏悔的人 您只告訴我只有那一個污點證人做了這樣的事情 而其他的這四位並沒有做 所以我覺得對於沒有任何的忏悔之心的這種惡魔來講 那麼無疑於呢 這是一個新的一個災難 對這個世界重新更大的一種傷害而已 嗯 這是我的一個觀點和看法 對包括包括在這個黑水公司 就是他們自己所所有的這種報告和所有的這個證 他們提供的證據當中呢 都沒有一絲的回憶 他們沒有這個我們看不到一絲的回憶 包括這個阿里克·Prince 他在所有的新聞的採訪和這個國會的作證 他都堅持認為他們沒有任何問題 而且堅持認為他們是在這個武僧危機 那麼後來所有的報告 其實其實調查報告 就是說除了黑水公司他們自己的報告以外 其他的調查包括FBI 美國軍方 這個伊拉克軍方 還有這個當地的這個執法部門 他們所有的報告的內容跟他們都是截然相反 他們在這個法庭的審理當中 一直是在堅持自己是武裝還擊 說自己受到了AK-47的襲擊 可是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們受到了這個這個襲擊 而我們現在我們所能夠證實的所有的這些證據都知道 被他們殺害的這些平民都是手無寸鐵 沒有武器 而且在當時他們受到這個 在當時的過程當中 他們是他們所講他們所有的這些什麼車子被 他們的這些武裝車被被人襲擊 所有的這些東西都是完全是 都是只無虛有的事情 都沒有任何實證物證 能或者人證 能夠支持他們所講的這些 這些發生的事情過程 所以我們其實看起來這個事情是非常惡劣 嗯 的確如此 這種惡劣的這種程度 也讓我們不得不專門做一些這樣的節目 來講一講這些事 其實這兩天在這個 中東地區關於這件事情討論非常之多 那麼也有很多人呢 不願意去討論這些 一些人是認為呢 討論這些已經沒有任何的意義 為什麼沒有意義呢 他們認為啊 這就是一直都是這樣的一個虚偽 在中東人的這個眼中啊 西方的虚偽呢 說他們是最有體會的 當然我們也知道 美國其實向善進步的力量 也是非常之巨大的一個力量 但是就往往就因為這些事情呢 摧毀了這些人們 對美國長期的這種信念 和這種 怎麼講呢 對於法治民主自由的這種嚮往 就是一個 這種這種打擊 你是無法用簡單的這個數據 去衡量的一件事情 我們看看我們會議室的 有沒有人要 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啊 可以舉手跟我們的彭先生 一起進行一個討論和互動啊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隨時進行更多的一些交流 包括實證方面的 我們都可以進行溝通 那麼彭娜先生 我們接下來講點什麼話題呢 你說讓我講點什麼話題 我們接著我們還得講啊 這個我們這節目一般要兩個小時 可以啊 我們還可以 我們也同時也可以講講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川普這次 比如說其他的這些 赦免以及 這個川普在中東事務上面的一些問題 我們都可以講啊 對吧像像朋友 我們先請這個37號網友可能有問題啊 我們請三校網友 三校網友您請 老馬你好 彭娜你好 你好 你好37 我那個這個事情是我 我個人是這個看法 就是說 那首先我很懷疑 當然前面彭娜也說這個可能性很小 我是很懷疑他最後 能夠被推翻啊 這個我覺得首先是指望不上 嗯 然後我覺得最主要的就是兩位討論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個視角還是應該關注 就是說他這次赦免他們 他提供了什麼理由沒有 嗯我後來查了一下他還是提供了一些他的理由的 就是我覺得要討論一下他提供的理由 如果他因為總統設明好像是可以不提供任何理由 但是他這次確實提供了理由 就是說啊 之前程序上有些什麼問題啊 或者是出了一些什麼樣的情況啊 什麼種種之類的 包括2017年好像聯邦上訴法院 也對那30年的那個判另外三個人 減刑到十幾年嘛 也是提供了一些理由的 我覺得這些理由 當然我們從常識的角度來說 比如說站得住站不住腳可以有各自的評判 在法律技術上面來說 有的時候其實是偏離我們常識的一個道德的感受的 嗯但是我覺得還是值得討論一下 因為他提供了理由 嗯尤其是像現在司法判下來之後 一般來說你要去再上述再把它改掉 不管是走司法系統還是像走總統赦免 就是說修改已有的判決的話 一般我覺得常識上 道義上應該要提供一個理由 而這次川普提供了理由 就是好像是說之前的 嗯 有一些什麼問題吧 嗯 我具體也沒有看得特別明白 嗯 嗯 然後 嗯 我先說這麼點吧 我覺得 這這方面 我覺得還是值得討論一下 另外來說 我覺得 我補充一點 但是我覺得我看到他們在提供理由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報道說白宮對於這個事情的表態 他說啊這個決定廣泛的受到了民眾的支持和當選的政客的支持 就是我覺得這個聽上去反倒讓我覺得有點擔心 就如果這樣的一個赦免是因為民眾的支持他去做的話 當然這個不能建立一個因果關係 他不是說因為民眾支持我去赦免 他說的是這個決定廣泛的受到了民眾的支持 那我相信他廣泛受到民眾支持也許是他的選 他的那個叫什麼嗎 嗯 他的支持者的支持 那麼這個就有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他是因為支持者的支持去赦免這個行為的話 那我覺得其實不會有彭娜你前面想要引射的那種私下的比如說利益交換 但是我覺得更多的其實就是一個政治政治考量 因為這樣做對於樹立他的在他支持者當中樹立他的形象 對於他將來的一個政治形象 將來的一個政治在美國的影響力有幫助 所以他就這麼幹了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有可能的在裡面所謂的利益交換 但這樣的利益交換不會涉及到違法的 這個對於政客來說太多的動作他都是通過這種行為 但是我覺得從道義上如果他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是應該被譴責的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司法這個事情不應該是說很多民眾 就不要說是他的支持者了 就算是美國 美國所有的民眾當中的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認為應該赦免 那也不應 那我覺得這種決定也是沒有道義 對 關於我們想說這個赦免確實它是 赦免上它是列了一些名單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所有的這些名單都是共和黨 他的參議員應該大部分是眾議員的這些 而且是一些極右的川普支持者的一些名單 就是說他並沒有說是 我倒並沒有說看到他的這些理由說是非常受到了廣大人民的支持 這個其實是我們所了解的情況 是一個相反的這麼一個情況 沒有說什麼情況 那至於說 至於說他其他的這些理由你可以仔細的看一看 其實他大部分的理由其實就是在描述這些人 這些人的整個的這些人的介紹 對吧 比如說介紹他們之前在哪個部隊服務過役 然後又是一個什麼老兵 然後就是這些資歷的這些事情 其實對本身這個事件 在這個正義和非正義的這個事件上 他是沒有做過多的闡述的 那麼包括就像我說的一樣 你之前在法庭裡的幾次的來來回回的 其實對事實的認證的爭議並不多 並不多 那麼也就是說這個事實是這麼是發生的 那麼只是說在這個法庭的這個程序上面 證據上面有一些物證的 有些人證的 有一些出現了什麼樣的問題 在這個上面他們是有一些分析 不過到後來到最後一次判決 這些這些是已經 已經怎麼講 就已經就所有的這些爭議 其實基本上都是解決了的 嗯 我們有請我們下一位啊 郭 我看不見 郭強 您請 您請 兩位老師好 我有這麼個疑問啊 我有這麼個疑問啊 嗯 就是我就說這個法輪功的媒體啊 它是正 就是說直接就 直接就造謠 每天說的話 反正從我的評判上 我覺得沒有說的 都是那些陰謀論的這種東西 沒有真的 嗯 嗯 我 我 我質疑的地方 在什麼地方呢 你比如說你耳 陰謀論都有些大話愛聽 我為了 為了流量 這個東西無可厚非啊 哎 但是我覺得你自己 標榜的唯一一個媒體 這個東西能長久嗎 反正能長久 我就是編 就是編 就是編 編 編瞎話呀 反正從我個人的感覺來看啊 以前啊 像江峰他們 我也挺還聽他們分析一些問題的 我覺得呢 基本上是一種 一種學者的態度來分析問題啊 現在我越來越反感 這個事情 像方偉啊 江峰 這東西搞事 就是編 編瞎話 這個對他們的自己 這種媒體有好處嗎 對他個人有好處嗎 從我感覺來說 反正我是非常 我是非常反感 嗯 我是非常反感 嗯 你像以前 像那個 以前那個 那個法輪功這些 還有那個那個 郭文貴他們那些 那些媒體 以前還看 現在沒法看了 他就是 就是說瞎話 哎 你像今天 今天又來 又又編一個什麼瞎話呢 就是說這個沒 就是這種疫苗的有效性 就公開質疑這個疫苗的有效性 把那種护士啊 是倒了以後 直接暈著 直接暈著啊 這是當成一種普遍事情來說 哎 嗯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在科學上 以前是什麼 反正中國話題 是說編 編故事啊 編瞎話 哎 現在發展到了美國這個大選 這個說一下 變化題 現在科學的事情 他也在說一下話 哎 你比如疫苗這個事情啊 說以前沒有研究過一個成功的疫苗 這話 哎 另外一個呢 說 這個本 這個疫情本身 就是一個 政治家編出來的一個騙局 哎 居然他們也這麼說 哎 說 並不比那個感冒 流感死的人 死的人 死的人多 啊 反正我覺得 就沒就沒法聽了 他們是出於事 您幫幫幫幫 老師幫忙分析一下啊 我覺得 先解開這個 這個 這是 出於政治的考量啊 說有 有些人支持的 川普那拜支持的 哎 可能給他錢 讓他這麼說 哎 呃 還是說為 單純為了吸粉 吸粉 哎 我這有有有流量啊 從經濟的角度來考 來考量 還是說有些信仰上的東西 哎 我這個 我們那個老師 我們那個那人那人那人發話了 哎 怎麼著 哎 但是呢 這個這個這個東西 我您幫分析這個 我 他這個東西能長久嗎 這個事情 啊 我們這個 今天的主題不是這個話題啊 但是我們看看我們的這個 彭先生啊 願意不願意去評價一下 我回答一下您的問題啊 這個不 真不是我們今天的主題啊 說到這個法輪功的這些媒體啊 他們這種 呃 有這種不實的這種報導 那其實 呃 怎麼說呢 他是怎麼想的 我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 如果 我也不願意去推敲他背後 是不是有某一種勢力 對他進行一頂操控 呃 對吧 然後讓他 讓他來帶風 嗯 這個 這個我們 呃我們也不清楚 但是有一點我想說的是 呃 其實呢我還仔細看了 有一段 我還仔細看了一下那個法輪功 他確實有報導很多誇張的東西 你比如說 像這個威斯康辛啊 這個 密西根啊 這些 呃 投票的這些 呃 這些這些 說這些 投票作假 他做了大量的報導 但是同時呢 你也看到 呃 他這個報導之後呢 他還回來一個修正 呃 就是說 哎呦 之前的這些所謂的政績 確實是有問題 他有一個修正 但是你會發覺 所有傳的這些東西啊 裏邊啊 他那些修正就沒有 包括他自己的推特 account 都沒有 但是你要去到他那個網站呢 他有 呃 我 我想他可能做這個 也是 也是為了一種 在法律上 是不是有一種這種考量 對吧 呃 他被影響到 哎你這個是報這種假新聞呢 或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他會拿出來 哎我們同樣也最後也跟真的呀 對吧 但是 像這種東西他沒有 呃 呃 沒有去大量的去推 但是那個假的那個呢 他反倒是大量的去推了 呃 所以呢我 呃 這些東西你真不好說 我我覺得是不是有某一種勢力啊 呃 有某一種情況啊 有一種意願啊 他必須要去滿足 對吧 那麼至於以什麼樣的這個方式 能夠滿足 又能夠這個民德保身呢 我覺得這個 咱咱就真的不知道 怎麼回事啊 就是我們也的確就不了解啊 也沒看過人家的節目 所以呢 我是沒看過 從來沒看過 也搞不清楚人家說的是啥啊 啊 對他們Youtube頻道上面我也基本上都沒有沒有沒有從來就沒有看過他們的那些那些什麼江峰呀什麼所謂的呃這些我也沒有看過 對 尤其我們的37號網友 哦 我那個 反正大家閒著閒著我稍微聊開一點但還是說這個美國伊拉克戰爭的這個事情啊就第二次伊拉克戰爭這個 我是覺得 嗯 這個呢 怎麼說呢 就是你派兵到另外一個國家不管你是私人的呃這種承包商的軍隊像blackwater 還是像他們正規的美國的部隊我覺得其實除非你這個仗打的毫無爭議就是說如果你陷入一種就是當地的民眾對於你這個戰爭的正義性不是一個特別接受的一個狀態啊 呃難免會出現像這種呃這種情況 因為我們也不否認就是說呃當地確實有呃挺多的民兵啊或者是武裝人員對美軍進行襲擊或者美國的人員進行襲擊 然後這就有點像美國他自己的這個美國本身的社會問題就像你一確實有很多犯罪而且黑人的犯罪率確實比較高 然後加上美國是個槍支泛濫的國家那麼你警察其實有的時候真的是難免會出現呃就是超出就是反應過度的情況 當然我們是希望他們越有專業的訓練就是盡量盡量把這個狀況降低到很低但是從事實層面的一個判斷來說恐怕是難以避免這種情況的 嗯那麼就涉及到美國打伊拉克戰爭這一次就是說確實是他們開頭說的那個大規模商商性武器 確實後來變成了一個呃一個假的一個就是在美國說起來就是一個情報失誤吧但是你一個情報失誤結果把一個國家給打了 那那個事情就是造成後面很多的這種呃不正義的或者是一種呃衝突吧跟甚至是跟民眾的衝突我覺得呃這個才是這個我覺得是黑水問黑水的這個案件的一個根本的一個問題吧呃 嗯然後另外來說我也想這個也是扯開一點就讓我想起之前說要對中國追責這個疫情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如果在我們所記憶的歷史當中最應該被追責的就是跨國追責的這個行為 最典型的就是美國發動的這次伊拉克戰爭就是基於一個錯誤的前提和開戰理由然後發動了一場戰爭把一個國家給打殘了 然後像這種情況的話我覺得如果有人類歷史上或者我們記憶的歷史上有最典型的案例是 最值得去從一個國家去追訴另外一個國家的一個責任的話然後要求他賠償的話我覺得美國發動的這次伊拉克戰爭應該是屬於最典型的一個案例 呃是是這樣啊你要說到這個最典型的案例呢我還覺得這個921也是一個很典型的案例對吧 呃幾乎所有的這個恐怖分子都來自於沙特阿拉伯對吧 呃後來呢呃在美國這個事情上也出現過很多爭議 呃當時我記得是這個呃就有人就提出要求就是說可以去在美國去 這個這個告就就就就法律訴訟嘛這個沙特阿拉伯的這個呃這個國家但是後來這個事情是呃是是沒有被通過 就是說堅決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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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這麼幹你知道吧呃因為發覺這個美國自己也有很多問題如果這個這個這個呃我們說的這個這個這個司法管轄權一旦是敞開的話那也是沒有辦法 那麼再說到這個黑水這個問題我就想啊黑水這個問題呃我們我不太認為是把它是看的一個失誤啊按照這麼一個方向來看 第一呢首先你的這個私用呃私人用的這個黑水公司的這個所所謂的武裝保安它的功能不是不是部隊 它只是是一個協助保護的一個保鏢這麼一個功能你是沒有你是沒有呃這個呃責任你也沒有權力去執行這個呃武裝和部隊所執行的任務的你是沒有的那麼第一個那麼第二一個呢呃 就是你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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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發之後你在事發之後所造成的一系列的辯解 對吧包括這個這個撒謊呀包括你提供這些偽政呢這些這些這些東西呃種種的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呃 呃這都是相關的這都都不是屬於一個我們所謂的有正義的這麼一個呃呃對吧都不是站在正義的這一方呃呃 呃伊拉克戰爭呢這個事兒呢呃如果我們今天在講小布什呢我覺得可以去講 但今天如果講黑水呢我們今天就要講這個這個埃瑞克那個呃普林斯對吧 那麼那麼在他的這個態度上在他的這個呃後來的一切的國會的作證包括這個採訪 我們能看得到他是一點兒悔意都沒有而且是極力的辯解認為自己的公司沒有任何問題 最後他在一次那個新聞會上他還說啊我們四個人被定罪是因為我們是到了這個呃呃 這個這個是他們這個是他的一個說詞當然了他的這種他的這種說詞這種辯解是會是是是是很荒謬 哦我我我我我回應一下我我我也不認為黑水這個事情是可以用一個失誤來描述啊 我其實只是說像這種呃像這種事情的話就是在一場你現陷入了在他國陷入了一場尤其是呃依據不充分的或者不能服服服中的一個戰爭的時候是難免的 雖然我認為他確實還是罪就是說如果按照現在這個情況來說當然是罪當然應該被判刑當然應該被關起來 但這種情況是真的是難免的呃對我不是為他辯護我只是說根源是因為有了這一場呃不是那麼正義的戰爭 嗯呃呃對你你不是你要去叫這個根源的話我覺得那個那個是是是另外一說另外一說了但是我覺得呃就從這個事件你把它放到這個單個的事件在中你你你你講的根源是一個整個大的環境嗎 嗯我們把這個事情就如果叫做這個這個這個單個的事件這個起因來說那麼就是這個呃 呃黑水公司的僱員故意挑釁啊 呃像這個平民開槍嘛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一個事實這樣我想這樣咱們沒應該是沒有分級的 对对OK好了好谢谢还有还有下一个好像 喂 你好是你好 那好 那个嗯我也看了网上就是说一些 对这个一些外国人 就是该人他们对这个事件的这个评论 然后也有很多人是对这个 就是川普总统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把这几位特赦了这样的行为 也是表示很多也是表示非常不满 也是不赞同的 我还看到一些就是说 有人转达就是说 这些受害者的他们的一些就是心声吧 也就是说可能因为他们是有信仰的 然后他们就是说有一些人的这些想法 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在这个心事上 是得不到公正的这样的一个评判的话 那么他们可能会不会在后世 在造物主那里就得到一个公平的一个评判 那么我想这些 那么我想这些受害者他们是有信仰的 那么这个这些加害者 他们也是声称自己是有信仰的 那我想他们在造物主那里 我想造物主会给他们一个公正的一个审判 当这个 当这个 怎么说 这个百年之后 是吧 然后就是说 那我想 就是这样 问一下 就是说那么 美国是 川普总统是对他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措施 那么只能说他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土地上 他可能是足以这个特赦了 对吧 那么特赦就是代表你已经是犯过罪了 对吧 这个之前也听大家讨论过 特赦就是说你已经是有罪了 然后就是把你这个罪给你赦免了 你都不需要去服这个刑期了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 那么在美国之外的土地上 那么国际社会可不可以对他进行一个 对这几个 就是说 这样的有这样明显证据的这样一个 一些人 或者他们的行为 那么给他们进行一个约束 其方说 禁止他们出美国国境 不允许他们到 世界其他地方去旅游 也不允许他们再回到这个 比方说这个 伊拉克 或者再参加这种特种 这种保安行为 我不知道国际社会或者哪个组织 人权组织啊 或者什么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啊 对不对 那么国际刑警组织应该是不会 站在美国的这样一个政治的立场 去考虑他 因为他这个特赦肯定是有政治的 那么国际刑警组织或者其他的人权组织 可不可以对这个进行一些呼吁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 应该一个是民事上的一个审判 还有一个就是说 有没有什么民事上的一个审判 怎么样来对这些受害者 那么然后给他们或者他们的家属 于一个 基本的一个 一个补偿 或者怎么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对他们进行一个慰问吧 那么我不知道我们还可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事情 我就想了解一下 谢谢 你关于说到这个这次的这个赔偿问题 其实我大概我现在所了解的是 这黑水公司大概是向这些受遗难者的家属 总共赔了800万美金 这个是有这么一件事情的 当然这个仅仅是一个一个经济上的补偿而已 远远不能够这个这个抵消这个就是正义 对吧 法律所应该达到的这么一个效果 那么你刚才说到的 谈到的一个比较专业的话题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这个司法权的问题 司法管辖权的问题 那么就是说 那么就是说你说到什么国际其他社会 其他国家呀 包括包括这个 包括就包括伊拉克 我都持一种怀疑态度 虽然这件事情是在这个伊拉克发生的 可是当时在那种战争情况下 这个司法管辖权是怎么确立的 这个那么美国的这种像像这种 他属于官方的雇员嘛 官方雇员在那个地方有没有司法或免权的 其实我觉得在这些东西我们都不太清楚 但是我想既然美国是把这个事情拿到国内来处理的 走到国内的这个司法程序 我想这个那么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情况 那么也就是联邦的这个司法管辖权所能做到的 那么你要说什么禁止他去其他国家呀 不能出美国啊 给这方面的惩罚 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他的惩罚就仅仅限于他的这个罪名 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他被赦免了 他已经没有这个罪名了 所以你就不可能再以这个同样的罪名 再去给他来一次这个 这个走一次这个法庭的程序吧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是我所了解的 经过彭先生这样一讲之后 整个事情就更加全面了 我们就讲到了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 也讲到了美国社会之后的一些反应 和现在的反应 中东地区的一些反应 还有这件事情的在一个历史背景之下 是怎样的影响到了当时的 中东地区的伊拉克这场战争 以及之后的伊斯兰国的崛起啊 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些呢都出现了 那么之后我们也知道 曾经发生过2008年发生过一个大事件 当时2008发生过啥大事件呢 有军队居然呢 把伊拉克给巴格达给包围了 这是伊拉克的这个驻一的美军 和伊拉克的这个政府军啊 都难以抵抗 被称之为的发动的冲击攻势啊 这都与这件事情有关 说起这个事啊 虽然说单只这一件事的话 好像就是死了多少个人 如何如何 而实际上它的影响真的很大 我相信这一次赦免 也将会产生更多的 长期的一个影响 我们有请我们的石先生啊 您继续 谢谢马先生 还有彭先生的这个讲解 就是我们也看到很多 其实之前这个 通过这个事情呢 我们就会联想到之前的很多的这种 这种通过战争 那么以战争的名义 或者在战争的这个大的旗帜之下 然后犯下的这种最平民的这种的滥杀的行为 它不止局限在这个黑水公司 我们也之前也看到 就是说澳大利亚的这个军方 也是对这个阿富汗的这些平民 也有个别的人 这个军方 我们不敢说他们都是说系统性的 因为每一个具体的人 他每一个军人 他还都是有人性的 他也是有信仰 那么他们可能是出于一种 个体的性质 就像这个 很多人都说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反正就是恐怖分子 穆斯林不都是恐怖分子 但是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 就是这样的说法 但是我们就不会把它运用到 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军人都是这个 上一半 那么这样的一个归类 不会对他们自己这样的对比 我也觉得 人性还没有跌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就是说 他是一个系统性的 这样的一个去 去谈杂这个 以战争的民意 在战争的掩护下 他们去犯这样的一个 复杂平民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还是基于他们的个人的 这样的一个造作 或者一个职业操守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 也就是说 这种事情还是 就是说 举不胜手 那么我也 就是说 就是说 肯定还有没有被曝光出来的 很多的人 或者说已经被 就是说 有可能是已经被灭掉了 也没办法来 提出升级的这样的 来深渊的这样的 这样的人 我觉得肯定还是有 那么 就是说国际社会 或者说 要怎么样 就是说 来 就是说 预先的先做出一些机制 就是说 避免让这些 被 这些受害者的这些国家 我们知道 这个战争肯定是会给这个 这个 就是说 参与到战争里面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国家的人民 造成最大的这个 这个伤害 所以我们也是 出于这个最低的这种人性的角度 也就是说 不希望有战争 当然 那么如果是 这个无法避免的 那也没有办法 就是说 国际组织 或者说 有没有可以 就是说 去做这样的一个预防性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 大家再往前看 要怎么样 就是说 以后就成立一个 如果这个军队 参与 这个维和的部队 那么他们在战争中 犯下了这样的 屠杀行为 那么要怎么样 给他们一个 就是说 严格的 或者 一个这样的一个 处置 量刑 我觉得这样的话 对以后的这样的一个 凡是去参与 这个维和的这些 战斗的这些人员 的一个名誉上的 一个挽回 我觉得 是不是一个 有一个非常 正面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积极作用 因为很多人 他是去参加这个维和的 这个任务 他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但是就是因为 有这样的 这样的人 有这样的这个 肆无忌惮的 对人的这样 生命的这样 不尊重 或者出于他自己的 道德的这样 一个职业操守的 一个低下 那么导致了 这样整个的 这个部队 维和的部队 受到民运上的 这样的一个影响 这个我觉得 各个国家 或者在联合国 对吧 他都 我觉得应该 有某个组织 他是可以做 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 一个预防性的行为 或者说一个严厉的 一个审判的行为 比方说这个什么 国际的这个 红色通缉令啊 对不对 那么是不是也可以 对这些人 发一个这个 红色的通缉令 对不对 那么你只是说 在美国 你测试了他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 在国际上 对他们进行 发一个这个 红色通缉令 因为他表面上 他也已经是犯下了 恐怖的这样一个行为 对不对 因为生命 对生命的这样的一个 肆意的这样的一个 大陆 就是这个恐惧的 一个 对吧 而且他又是在 人家对方 是手无策则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应该 是 可不可以有 这样方面的一个 会不会 就是说 可不可能有这样的 一个方面的一个 一个 一个作用 或者一个 一个稀奇的一个行动 谢谢 对 其实 其实这么说吧 就是说你所讲的这些东西 其实在国际上 有许多组织 都一直有 你包括像这一次的 这种公共军事的 这种 就拿这个案件 来做一个 做一个例子 就是说 你包括 其实在2017年 这个事情以后 2007年这个事情以后 联合国其实是做了 这个报告的 这个报告当中 也指出 美国这个黑水公司的 这些行为 其实是在国际法当中 是 是违法的 对吧 而且这个 联合国呢 是有名列的这种 规定是不能用这种 雇用军 它是有严格的要求 可是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 美国没有 没有参与 这个 关于这个公共军的 这个 他没有去 对吧 没有签字 没有在这个合同上 没有在这个协议上面去签字 所以呢 你这个 所以这次事件呢 你的这个联合国的 这个 这个国际法呢 你也 在这个上面的 这个执行力呢 就根本就可以说 等于零 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在这种 军事的这种 这种 这种 这种方式 你的 我非常怀疑 这种国际法 能不能够达到一种 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对吧 你可以派你的 武装人员去 去抓捕这种人员 但是 他同样可以跟你 对抗啊 他们是有武器的呀 对吧 所以这个 这个事情要做起来 其实很难 所以呢 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呢 就是 部队的事情 还是用国家的军队来做 就不要用 就不能把这种 军队私人化 私有化 在这种 私有化的这种 公用军事的这种 部队当中 我们 我们能看到这种 它的这种规矩啊 它的这种 是 是相当宽松的 跟这个国家的正规军队 比起来是相当宽松的 国家的正规军队 它毕竟 它有它的军事法庭 你有什么问题 他们都可以去上 一定的 军事法庭 可以去处理 但是呢 这种 私有化的 我倒不是说 它没有这个 法律通知去解决 这些问题 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 它出现的这些问题 会很批凡 你就像这个 黑水公司的 所有的报告 就是他们在 武装冲突当中的 黑水公司的报道 有个什么报道呢 是 百分之八十四的 所有的这个 武装冲突当中 黑水公司参与的 武装冲突当中 百分之八十四的冲突 是 黑水公司是 首先是主动出击 当然了 当然了 你也可以说 我这个主动出击的原因 有这样有那样 对吧 那么 从这么一个数字 可以来判断 其实 它的这个攻击性 是非常强的 而且 这个在什么情况下 开枪 在什么情况下 不开枪 你在国家的正规军队当中 其实是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可是在这种 这种私有的 这种部队的话 这种我们所谓的 公共军事的 这种私人的外包 部队当中 这种规定 就没有那么明显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 就是值得担心的理由 您给您回答完了吗 对 我讲完了 我不知道他满不满意了 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都是我们的 这个好网友 都是非常长期的 这个观众朋友们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这个话题 我们就进行到这里 那么感谢我们的 彭娜先生 还有没有人举手 应该没有了吧 还有一个沙拉克 还有一位 还有一位 那就有请 有请沙拉克 有请 OK 谢谢 我想说的是 黑水公司 他们当时是 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他们不是在执行军队的任务 他们是作为保镖 就是好比是美国政府 在伊拉克的这些官员 在伊拉 就是出了那个 美国人建的那个美国压使馆之后 他们是负责保镖 保卫工作的 这个呢 我记得当时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人们在讨论那个问题 说是为什么 不要用 不用军队 军队就是说 说我们训练士兵不是为了保 就是当保镖的 我们训练的士兵啊 是为了那个打仗 就是 就是当保镖 他们的那个工作 一般的士兵 是不太容易胜任的 所以说 这个就是 为什么最后是 他们不是打仗 他们就是 保就是保护这个 甚至伊拉克的那个 政府官员的安全 这一个是 这是这个问题 所以说最后审他们 你看 最后是是民事吗 他如果说是军队的话 那那是 得是军事法庭去审判 所以说 还有刚才 就是说 另外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们被审的时候 说定有罪 是什么罪 这个从这个问题上 就是说 才好去 因为刚才 这个这位好先生 他说的是 呃 这些人好像 我不是在给这些人 那个呃 辩护了 但是我觉得 有的时候需要 需要公平一点 就是说 他把他 把这些人说的是 实恶不恕 就是说 就是肆无忌惮 什么的 呃 这个 这就是要看 他们当时是 指控他们的是什么罪 然后被判 他们是什么罪 才好说 因为我没有距离 follow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或者说很久很久以前了 所以我也记不清楚了 我只是大概有这么一个 呃 对 您您您说的没错 就是说 呃 他们不是在执行军队的 呃 这个任务 他们也不应该去执行 这个军队的任务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呃 他们在第一次向指挥中心 呃 说我们要出去迎接 呃 他们在外的这个呃 他们叫乌鸦二三嘛 这次这个队的这个队呃 对呃 回来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请求是得到了一个否决 但是他们在得到否决之后还是继续的出去呃 呃这个就是后来的这个FBI的这个调查呃呃呃这个这个领头调查的这个呃探员啊他他后来在这个在这个呃也写过文一篇文章来专门详细的叙述这件事情 就是说你们不是武装人员你们不应该去呃呃这个呃这个就就就就跑出他们所所所谓的这个范围呃去执行这些他们所所所谓的这种协助工作 你知道吧呃呃因为他们保镖他们只能在那个范围之内活动他们所谓的green room就安全地带进行保护啊 他们不能够跨出那个安全地带去执行任何任务啊是这样呃呃呃这么一个情况另外这几个人被定的什么罪呢都是呃呃最严重的那个呃呃狙击手 他是被定的这个呃一级谋杀罪 first degree murder 哦那很重那那那那这样的话那是很很重的就对不过不是man slaughter 那是真是很重的对 其他其他其他三其他三三个是man slaughter就是volunteer呃就主动这个应该翻译成中文怎么说啊就是主动杀人罪 失手失误杀人还是对呃volunteer还不是involunteer是volunteer manslaughter 哦OK对所以这些罪都是很很重的其实这些罪是很重的first degree murder 是很重的对对吧而且按照他的行为来看你想想他是呃呃 一个狙击手呃打的那个司机打的是腿对吧那个腿是踩在那个刹车上的对着那个腿打枪然后就松开了刹车那个车就慢慢往前移嘛然后他就以这个为借口就说这个有可能是一个呃自制式的炸弹车他们怀疑 哦OK对呃不客气我我只是刚才就是说觉得那个那个那个郝先生他提的那些问题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就是说要要澄清了不过他既然是first degree murder 的话那是挺重的 对而且而且而且在事实上我就跟你讲嘛就虽然包括黑水公司老板自己也出来说过好几次啊呃我们几次被推翻啊几次没被判啊可是你要知道都是因为程序上的一些一些问题那后来在事实的认定上在这个法庭上他后来是没有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的 好的谢谢我们的彭纳先生啊谢谢我们的编导感谢我们前台收看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就川普总统的这个大事啊这件事情的始末从头到尾以及现在后续的一些影响都给观众朋友们继续了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解释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谢谢再次感谢彭纳先生谢谢谢谢这次机会啊 谢谢第一次合作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我们再再讲别的事情多合作多合作我们要时常合作啊时常合作好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我们下周再见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